小朋友玩具 小朋友玩具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有哪些使用过大宝剑的奥特曼吗 哥哥这么掐着一算呢 大概有十个 哥哥在里面呢 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就是 迈克斯奥特曼的银河巨箭 不管怪兽再强大 一招就能打出银河系 和一堆烟面 今天哥哥呢 就给大家搞到了奥特曼的大宝剑玩火 听说可以开出史上奥特曼的最强的武器 哇 如果有人拿到武器呢也可以原地变成奥特曼 回数宝和平 现在我们就来展示一下吧 先来第一个 哇 是欧布圣剑 当鸿凯拿到欧布圣剑的时候 我就知道星寨王也要出现了 在欧布圣剑上 光火水土四个元素 因为每个元素都代表着一个奥特曼 大家知道这些奥特曼都是谁吗 土元素代表的是盖亚奥特曼 作为赛亚车口 三岛 作为大地的代表 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 土部还曾经用土元素创造了加拉特 水元素则是阿普 这位奥特曼也是来自地球的奥特曼 代表海洋的力量 火元素代表的是带拿奥特曼 风元素代表的是高斯奥特曼 请大家赐给我力量吧 下一个会是谁呢 让我来看一看 哇 王者之间 是奥特曼的尊皇形态 着实把贝利亚给吓到了 王者之剑一出场 鸟天秒地秒空气 即是贝利亚长的一只保 施不开一击 不过这不是我心中最强的宝剑 咱们接着开下一个 嗯 这次会是什么呢 让我来看一看 哇 是泰加的赤验剑 泰加奥特曼的三重斯特里姆形态 还随身携带试验剑 这把试验剑倒是一出场 就击败了怪兽东亚 打败怪兽不是中年,他还可以击败老托雷基亚 前期一直都是老托压着泰迦奥特曼 自从变成之后,哈哈,老托也尝到了败北与滋味 泰迦奥特曼基亚,他以后还敢怪欺负我们泰迦奥特曼呢 三重斯特里姆光线可不是闹着玩的 过来这里最强的大宝剑还是差点意思 也就是没谁要打的老托玩 咱们还是看最后一个吧 是赛罗奥特曼 哦,原来是帕拉吉之盾 各款武器既可以当铠甲 作为护盾还可以当拉鸿舍剑 这次最重要的就是他还有奥特之父羡慕不已的能力 就是穿越时空 说实话,这次真的有点开挂了 不愧是远古亲孙子 最厉害的能量都给了赛罗奥特曼 这一点不可忽视 我们都知道奥特曼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是有了帕拉吉之盾 赛罗的战斗时间明显延长 奥特曼史上最强大宝剑应该是毋庸置疑了吧